而我们这个粘挂游戏其实就是粘测 那么我们粘测呢 很多方法这个里面指的是六窑 其实六窑也分成各种各派 那大的类呢我们常见常用的 现在一个就是这个纳甲 根据这些神煞六亲呢 这些加上天干地支 那么来五星神化 来相作用的关系来推断 还有一种呢 简便的又很神奇的叫梅花艺术 那么这个我们可能后面都会讲 这个根据它的护卦 我们提到了 根据它的只有一个便摇 也要看它的像 其实古人预测 有这个纳甲派 这个梅花 也讲一个外婴 那除此之外呢 在春秋战国以前呢 就是很多都是用这种像 单纯的取向来论断 非常神奇 当然可以加入这个义理派 那么义理派它 因为谣词它比较简单 挂谣词 这一跟二都是一样的 根据挂名 也可以衍生 甚至可以测字 对不对 这个挂词 实际上 这个一理派啊 可能测的大方向很好 但是具体的事情呢 不是很精确 那么精确的话 一是要用这个数 先天之数 数字 二是用这个像 去比类各种的 这个过程 其实这个大方向 用义理也是可以的 你要搞熟的话 只不过这个义理啊 也是根据这个来的 那么呢 它的这个具体的 为什么这个意思 这个挂咬死 到现在还是谜 它是怎么解出来的 这个洞 就是那个意思 我们往后的话 这个先天八卦 福西八卦 其实也都说了 大家再看看这个图 天地定位 山则同气 雷锋相搏 水火不相射 山则 雷锋 我们前面都有 翻译前的课 然后 前队离阵 雷锋跟坤 八卦之数 那么这个 变卦与护卦 就指的刚才那个梅花 那么这个只有一个动摇 算先来 就是 要比较的专一一点 一卦多段的话 那这个可能就不像 那个 纳甲法 多了 那这个测出来 比如说这个卦 叫圆卦 那一个变摇 叫摇变 这个就是变卦 那么 它的护卦呢 就是 这个除了 上摇跟最下摇 之外 那么二三四五 构成了 三四五是上卦 这个是下卦 根据这个来推测 梅花用这个护卦用的多 这个护卦代表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 它的吉凶是否顺利 那么这个变卦是结果 这个是开始 也可以是 就反正这个 在这个之后 这个如果代表过去 那这个可能代表现在 这个是现在 这个就是未来 这个是未来 这个就是未来的未来 那么 基本上 这个也说清楚了 在后面呢 我们说这个 八卦 甘之与五行 那么 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煎煎煎水 木刻土 这个这个刻 我们也都说过了 这个五行深刻 这是常用的 也不只是这一种 我们以后涉及到再说 那五行的属性 也说过了 甘之 我们下节课吧 这个说不完了 大家记得过小年 小年快乐